download了我這個的時候 起碼at least是有個simulator 如果沒有simulator 代表可能身後有問題 今天更少人來太好了 我可以換我機 因為我已經用這部method 去做了 這樣也不行呢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應該可以的 我猜應該可以的 但真的不好意思 時間不夠 如果夠的話我應該要找一個solution 為什麼要這樣 但因為那個時間 真的不足夠 所以沒辦法了 我試一下溫不溫度 我們就快開始了 我可以的 我都試了OK 也是在用你們的Xcode version 應該是7.3幾 這樣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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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有沒有可以嗎 你真的download了之後要溫度 OK 應該溫度 好 是GZ問題 我覺得是GZ問題 是GZ問題 OK 好 OK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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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拿了 拿了之後 我卡了之後 開了 開了這樣 這樣 然後你還沒看到 上去有個P 還有P 去到哪個位置呢 你等一下 那邊是 不關事的 這裡 你應該看到有個3個來的 沒有 不可以 不可以 那你怎麼看到這個 那邊呢 可以看這個 不關事的 應該有 你相信它放大 它就不行 我刪了它 對 OK 好 有個同學是不行的 是完全不行的 那個Program 最重要的是 看你有沒有看到 一個Simulator 好了 如果你得到的話 我也想來試一下 試一下的 現在遊戲去到大約三分一左右 三分一左右 因為未寫AI 另外本身自己的遊戲機制都沒有做到的 所以呢 但是也希望做到大半 我想你試一下找一下 看看情況是什麼 那一會我會解釋給你聽 有一些的分訊是為什麼 為什麼這樣做 如此類的 那你見到現在的遊戲是不能說 遊戲好嗎 遊戲好嗎 我每句就想要摘色 抽色摘在這裡做 那現在是這樣的 好了 那 但是我想要溫度先 起碼at least都不像上次這樣溫度 我想要溫度先 那然後呢 那之後呢 因為今堂我們會做一個 就是教那個叫做 Table View Table View 所以呢 就 留意一下 那 那 那個Device那裡 是當作是IOS 就是沒有了那個Simulator 有些機器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了Simulator 是的 我建議如果你只剩下那個Memode Device Connect to my Mac 的話呢 你不如快點轉到那個機器 好了 也免得去到 都不行了 除了主席 因為其他人說不行的 沒有這個Simulator 有沒有啊 那 對不起 不好意思 這個 D53DRO 如果有同學沒有Simulator的話呢 你跟我說一下 因為 因為 今天真的坐下 沒有人 沒有人 可以去到換部機了 換部機給大家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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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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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和尼斯直接開 但你 可以 他按DVC應該爆了 爆了 是啊 應該爆了 OK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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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好 有沒有同學可以的 開開了我來吧 事不宜遲 OK 好 好了 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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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告訴你 有些改動地 就是有些甚麼地方 改動 痾 痾 痾 原來 這個樣子是沒開用的 放大鏡的 痾 去放大鏡 先 放大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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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痾 痾 痾 好 好 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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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看一看 看一看,再放大一點 跟這個功能一樣 我們上一堂試不到 其實就寫了RAWDICE這個功能 就摘了色仔 就Disable了RAW EnableDRAWDICE 目的就是當我丟完色的時候 DRAWDICE就Enable 好了 接著呢 如果你剛才試過的話 你發現金堂多了幾樣東西 我先給你看一下效果 然後不知道我先跟你說是甚麼 那你會發現 第一件事就是功能上 我數了,即是有一個Counter 我數了一個,現在我抽了幾多個 譬如說我DRAWDICE ROWDICE 我譬如有三個R,那我沒有東西 R就沒有東西,又DRAW,又ROW 那我發現有一個GUN 有幾個GUNSHOT 看到有1字在那裡,然後標示了我試了兩次 即是他記錄了我究竟試了幾一次的 一些情況 另外,如果你按下這個位置 你會看到,暫時 我弄了給你這個 你會看到,我標示了 我每一次ROWDICE的時候的紀錄 這個不是很合理 其實在這個遊戲來說,應該不太需要這件事 不過我也想教你這個 Tailer View的功能 不是Fuel,是View Nable View的功能 所以會有這兩個功能 今天是想做到這件事情 之後呢,我還要做一點 這個遊戲的Mechanism 譬如說原來我不斷的ROW 是沒事的 即使3個GUNSHOT是正常的遊戲 就死了 那也好,是沒事的 那他有4個GUNSHOT 6個GUNSHOT都沒事 這個沒有GAME OVER 沒有WINNING的 那就不是我們喜歡的東西 那我們最後就會做這個Mechanism 但是你現在的東西是沒有的 即是你們的Program是沒有這個Mechanism 好,所以現在就提一提大家 好,第一件事先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然後呢,我上次做完DRAW DICE 之後呢,就去ROW DICE 那接著做了3句 就是抽0至5 顯示賣出來 那上次特別說 他有一個叫2Dimensional Way DICE SPACE是一個2Dimensional Way 首先我選了什麼 SANDIZE 哪一面 這樣的 好啦,那接著我下面做了些什麼 那我想大家去看一看 那當然你可以在這裡改一些東西 自己喜歡改來改 好啦,譬如說 我要登記我執行了多少次 那所以就NAME NUMBER OF TRIAL DOCTEST NUMBER OF TRIAL是一個NABLE 我們一早定義了 也都IB OUTLET了它 那所以呢,當我IB OUTLET了它之後 DOCTEST就是它的屬性了 它們的ATRIVU 等於 等於這個你就要學了 我 TEST等於那個 一定要是文字 文字可以是 譬如一字也可以是文字來的 但是那個DATA TYPE 就不可以是Integer來的 那這個第一項要記住 但是尷尬了 我把我的TRIAL是文字來的 文字是計不到加減成除的 計不到加減成除的 那所以呢 就吊詭了這裡 我做兩件事了 首先 Int我希望大家還記得是什麼 就是把這個東西 變成了做整數 Int 把NUMBER OF TRIAL DOCTEST 變成整數 目的是我想可以做到加減成除 然後 然後 就加1 好了 我highlight這裡 大家希望留意 希望理解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我如果就這樣 NUMBER OF TRIAL DOCTEST 是加不到的 因為它的DATA TYPE 是Character 或者Stream 是加不到的 我一定要把它變成一個Integer 才做到的 好啦 那當然 阿sir為什麼會有這麼碳的位置呢 老實說 其實這個是一個 那個DATA DATA TYPE 的管理 情況來的 我當時 是沒有打的 但是沒有打的時候 你會看到 Apple就很聰明的 就是X code很聰明的 它就會提醒你 喂 有些問題啊 那你按一按紅色點 它就告訴你 喂 你這裡 其實現在這個 我走完之後 我不是很確認 是不是Integer 是不是真的Integer 如果是的話 你會不會加了 感嘆的位置 確定它 一定會掉 類似是這樣的 好啦 那你見到 加了就沒事了 那所以呢 在X code那裡 當然去到長遠 你當然知道為什麼 但是如果初學者 其實你的感嘆都漏了 它是會提醒你的 那加完一 好啦 我先記住這個 那加完一 你見到這樣 喔 收工 沒有東西很開心 那譬如你們學 譬如在Poverman的時候 就是收工了 那但是問題就是 這裡呢 就不行的 因為原因就是 這個呢 其實 這個整個Digre Type 是Integer來的 那Integer 是不可以 擺到Text 不可以的 即是因為我們 叫Mismatch Mismatch 那怎麼辦 我要告訴電腦 其實這個不是Integer 這個其實是文字 那怎麼辦 兩點 一個斜線斜這邊 加一個括弧 好啦 那你見到之後呢 那當然啦 有開括弧 就有關括弧 有開的兩點 又有關的兩點 又有關的兩點 我加到這個符號 現在我highlight了這個符號呢 是告訴電腦 我打後的東西 你把它變成String 把它變成Text 這樣去看 OK的了 沒有問題的 那所以呢 我們在顯示的時候 就顯示了數字 那這個就是個吊詭的地方 就是我首先要把文字 變成數字 數字加完之後 變回文字 那有沒有其他好一點的方法呢 有的 譬如我定義了一個 高功能verbal 上次說了一些叫高功能verbal的東西 我定義了一個高功能verbal 將它研完之後 去到先做完 之後再把高功能verbal 扔下去 但是你都會見到這個效果的 很多時候我們寫這個 iOS的程式 都會見到這個效果的 這個 這個 即是說 將這個數字的verbal 硬硬 都不是硬硬的 將它顯示在那個text 那個label的顯示 我們都會用這個效果的 好了 跟著 剛才說了 咦 我要數一下究竟我賺的食仔 是不是老 還是被人射槍 那怎麼辦 其實用N 不可以的 不過我想多給大家一些exposure 所以 我用另一個Synthes 這個Synthes Switch Switch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好 好 我現在想看看這個是什麼來的 那你又是看到了 現在時候為什麼要這樣看 沒有add string 好 因為它如果不寫這個 其實呢 iOS 是不知道什麼data type來的 它猜是String 但你不確定 它又會出來的 好 所以呢 我就強迫 這個RX 這個一定是String 沒有其他東西的 不會有其他東西的 好了 接著呢 我就會看到很多個case 例 case b 當如果這個first type 我抽到的是b 的時候 我就會做這句說話 這句說話 這句說話 我不多說了 跟上面一樣的 當如果我抽到g 的時候 我就會做這句說話 好了 然後 然後 一定要叫default default 可以做其他東西的 不過我沒什麼做 default break了 因為正常進不了default 你沒有可能進到default 在這個program裡面 什麼default呢 不是b 不是g 就是這個 當然難不難 如果是one 行不行 所以如果是說 你就要加上one 你也可以加上one 如果你加上one 就真的沒有機會去到default default 我們一般來說 會寫一個error message 譬如說 你做錯事 因為根本上不會走的 我明知不走的 但是 真的能走到 那就是program有問題 好了 如此類推 你看到second dice third dice 都是這樣做 都是數一下 究竟有幾多個 幾多個 幾多個粒式 是砸到的 或者幾多粒式 是unshot 然後第三粒式 都是這樣做 這個部分 就完成了 完成了我們 因為我想快一點 完成之後 可以讓你寫到一些 比較logic 關於logic的東西 也不是syntax的東西 這裡是syntax多的 好了 這一刻做完了 做完了 當然我先不要看這兩句 到這裡 到這裡 初步給大家一個概念 上次已經抽食 希望大家會懂 今堂到這裡 就是說 由第三顆式 到Number Trial 好嗎 我減散了大家 再加上時間 讓你可以多次focus 去理解這件事 清楚一點 好了 如果沒問題的話 我們就去另一部分 這個部分 就是今天 其實我可能打算給你們做的 但是我發覺 都有點困難了 所以我就 切割了去 做完給你看 大家請你去 Main Storyboard Main Storyboard 好了 如果你去到Main Storyboard 的時候 當然你會看到你自己的 那個 畫面 然後你按下去 你會看到 今次是不同了的 之前你那個 應該是叫做 UI View 或者 View View 那些而已 但是現在我變成 叫做Table View 的東西 Table View 然後你就叫做 一個叫做 的Sale 就是說 什麼意思呢 我大概我所有的Sale 什麼叫Sale 在Table裡面 一個行 一個Row 這個就是Sale 原來呢 我的Sale 就會有三個Label 在那裡 你可以擺圖 可以擺任何東西 在那裡 做一個Pototype 那你看到 比如Apple Apple 那個Apple Apple Big Music 那個呢 你會看到 有張圖在那裡 有張照片 有Alvin那張照片 然後有個歌名 有個Pay制 其實你就在那裡 定義了Potope 那所有東西呢 我只是 填下去 那這個就是 那個Table View的特色 那阿Sir 怎樣加Table View 怎樣做些東西 其實呢 你就需要 去到那裡 你們當然不用做 因為這個是很複雜 即是很麻煩的地方 那你就可以打回 UI Table View Controller 好了這樣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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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說 我去 我去 好了 你見到 有一個叫 Table View Controller 的問題來的 其實我一拉過去 然後就做到這些 但問題是 因為 過程是比較複雜 因為你本身自己 有個Tab 但你又不用那個Tab 你要刪除了 View Controller 那整件事呢 我之前試 都試了一會 那我很擔心 如果你們再試 那就麻煩了 那所以呢 我就沒有刻意去 給你們試 那所以 你見到 這裡有個Table View Table View之後 你 跟著一下 有一個叫做 Label Cell 那你見到 這裡有個特別的Label Cell 的 不是 不是 UI 不是UI Table View 不是的 我自己Define 做一個Table Cell 下去 一會兒用的 好了 然後呢 有個Content View 就是說其實 這個Table Cell 裡面有個View 所有東西 我都會有View 在這裡佔著的 等於佔底子 等於佔底子 佔底子 在這裡 View裡面呢 有三個Label 叫Result 1,2,3 好了 這個就是我在Story Form 做了一些東西的 而這個動作呢 上次回到那段時間做 所以 我就不如給你 好了 好了 接著呢 今次就回到 Second View Controller 留意了一些不同的地方 我純粹希望 先給大家一個concept 因為 好過我太慢了 大家其實最後 什麼都不知道 什麼 你見到今次不同的地方 就是 首先 Second View Controller 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正常我們那個 例如 First View Controller 沒有好之後 其實叫做 UI View Controller 就是說 我知道這個 是搏著 那個 是一個 Ui View Controller 普通的 Ui View Controller 但是今次我擺明知道 今次我是用 Ui Table View Controller 這裏都要改的 如果你說不是 你說不是 我用 Ui View Controller 行不行 那 所以 你 你就發覺 它就會有 一群的Error 出來 譬如這裏是什麼 不知道你講什麼 這裏是什麼 全部有一群Error 在這裏 那為什麼 因為 不對路 大佬 你跟我說明明是 跟Story Boy說是 Table View 但這裏你跟我說又說 是 Ui View 所以我們正常這裏 就要用Table View Controller 那就沒有Error 好了 這是第一步 第二步 我想你認識一下 整個結構 基本上 這些東西是 不需要自己打的 你 譬如你 CREATE那個 Table View 或什麼都好 它都給你 甚至乎你上個 Cup and Place 都一樣 這些是 Default Function 但我還會跟大家說 第一個 你要打開 這個叫做 Override Function 就是為什麼 我不管 我跳過去 我令到所有東西 都跟著我這裏做的 這是分數 Number of Session in the Table View 你看到 如果你iPhone的時候 你玩一個iPhone 我們有一條 如果Table View 那裏有條小巴 有一條線 寫著 譬如XXXX 這樣 這個就是那個Session 我叫Session 譬如說 我想有兩個Session 三個Session 這裏就改了 可以是Dynamic 你可以射圖 比如說 我數一下現在 有幾個Data 有幾個Group 跟著譬如說 假設 我有兩Group 男仔、女仔 我紋在這裏寫2 它就會把你的Table View 設定了兩個Session 出來 Session 在iOS 就好像 你當了一條Title 如果你要玩iOS 就知道 好了 另外一個 你要告訴我 究竟 現在 現在 你每一 你有幾多個Record 在這裏 即是說 你 大哥 你如果跟我說 有三個 我就預備三行給你 你有十個 你要十行給你 你不可以說 我有十個十行在這裏 你預備二十行給我 但不會浪費的 所以 正常來說 我們就要告訴他 Return 即是告訴他 有一些事情 阿Sir 甚麼是StepData.com 那我剛才會說 但這個 你記住 Number Exception 就是那個Title 就是那個Group 有幾個Group 接著 另外這個Table View 就是告訴我 每一Group裏面 有幾個Data 好了 接著 然後 去到另一個Table View 就是Sell for Role At Integer Path Index Path 這個 這是甚麼 我就告訴你 每一個 Road 每一行 究竟有些甚麼在裏面 譬如我這個行 裏面就是甚麼 好了 我就將 背心1 Dot這個 就放在這個Data 這個Data 也不知道是甚麼 亦都有點巧妙 但Anyway 就是我摘第一次 如果第一次行的時候 就摘第一次星 那個的 Number 即是那個Number 摘第一次星 第二顆星 所以第一次的第二顆星 第一次的第三顆星 如果你摘了十次的話 它不斷就會 將這些Data 拿出來 這個就是Table View 就不需要 純粹的 純粹的 這個可以打 這個 打ABC 可以的 沒有問題 可以的 可以的 沒問題 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當然 它當中 有些Parameter 譬如有 UIT Table View 這個 譬如有 Index Path 甚麼叫Index Path 你究竟現在做的是哪一個Core 哪一個Pro 哪一行 所以這個 你看到 譬如我用第一行的時候 就拿這個Data 做第二行的時候 這個就變成2 如此類推 第一行的時候 我們是零 這個 starting point 是零 我們就把整個Self 返回 最後這個功能 我就不說了 好了 這個就是基本上 你用到Table View 一定要有的東西 你用到Table View 一定要有的東西 但是 留意 我是錯過了一些東西 譬如我按一個Table View 譬如我按一個Table View 譬如你們玩iPhone的時候 按那個Table View 那個Self 是有些東西反映的 可能是叫一下 或者是彈一個版面 或者是Pay手光 我現在全部沒有用那樣東西 純粹現在是一個Display功能 沒有Interactive 好了 所以 但anyway 這三個是Table View 一定要有的東西 你只要上網打 製作Table View 它一定有在那裡 你給人Paste下去 這樣就收工了 所以這個 留意 這個就是Table View 好了 在整個過程底下 我講完一次 就希望大家可以 再有些事情做 在整個過程底下 那些Data在哪裡呢 這個就是我估計 在這個項目裡面 對困難的其中一個步伐 你要記住 正常我們抽色仔 是放在 First View Controller 那裡 我的Data 可以放在 這個Variable 在那個Variable 設定了 上次說了 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怎樣 Path一些Data 過去 Sedent View Controller 那裡 這個是比較困難的地方 比較困難的地方 有很多方法 我這次做這個 不是最好的方法 它有其他方法可以做到的 譬如說 它本身這部機 它有一個叫做 一些Data的位置 我就放在Data 譬如P-List 那裡 我們叫P-List 就是P-List 可以放在這些地方 但這次我就不敢做 但當然 如果你大一個 真的寫Program的時候 我都建議去讨讀一下這個 View Controller 和View Controller Controller之間的Data 那個Pasage 那個方法 好了 那我怎樣做呢 第一件事 我首先 因為我要儲存著 每一個Record 做些什麼 所以 我就會多了這一句 我希望大家記得 這句是什麼 我給這個VAR 是Step Data 然後這個是一個 Goable 而這個是 Two Dimension Array 為什麼叫 Two Dimension Array 本身一個中括弧 就叫做 One Dimension Array 我有一個括弧 再括著它 這樣就變成 Two Dimension 類似這個樣子 類似這個樣子 不過 今次我不調整所有東西 我甚至乎 告訴它 一開始是什麼都沒有 可以的 可以的 所以我定義了 這個Data 在這裡 就是用來儲存著 我每一次Roll的情況 好了 然後 去到這個位置 去到RollData 你會看到 我做了一件事 首先 我會將First Life的Test 就是說我今次 究竟摘到什麼色 第二顆色摘到什麼 第三顆摘到什麼 放進一個 Data的物體 放進一個Data的物體 然後 之後 我將這個Data 這個Array 再append到那個 Step Data 就是說什麼意思呢 我 剛才的Step Data 你記得 也沒有的 我譬如現在收到 收到第一個Data 這三顆色的Data 放在Step Array 下一次再摘色的時候 又有一個Data 我又放在後面Step Array 所以這個Step Array 即是Step Data 就會存著 所有的 你摘色的效果 好了 這裡 給我一點時間 大家想一下 究竟明白不明白 當然 你明白了這裡之後 難題不是這裡 難題就是 我怎麼拿到 我在2nd 2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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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會兒就會要 說一說個Concept 好 先看一看 因為 我猜這些Concept 我給你 然後下一步 我才想到 Maintenance 怎樣玩 好了 很忙 那我怎麼做呢 第一件事 我都放到Google Web 這個可以可有可無的 最重要是這一句 這是什麼呢 我先介紹這個 先知道沒有介紹過的 Mill did know 即是說 當如果我的Mill Load了的時候 Load完了 收工了 顯示完了 我就會走這個 功能裡面的 那以前 我叫你不要打贏他 今次就不是了 我打了些什麼呢 這一句 你們的手機好一點 我不去 你自己的手機 2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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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什麼意思呢 我看了 TabBarController在哪裡 好了 我先拿TabBarController 因為整個App 是TabBarController 保持著的 好了 然後 我想看看 我現在的ViewController 0 那裡 什麼是ViewController 0 如果你有印象的話 我當然有用Tab 一個是Vers 一個是Item 什麼 First的就是ViewController 0 因為第一個 所以0 第二個就是1 第三號 第三號就是2 而拿不住此類推 As 感嘆號 FirstViewController 為什麼要打這一句呢 如果我拿到這裡的時候 其實我不知道是什麼 我拿回來就當是 不知道 拿些東西回來 但是我擺明知道 0這個位置 就是0這個ViewController 是FirstViewController 我就硬 As感嘆號 就是叫Xcode 喂 拜託你硬也好 你不一定要當它是 FirstViewController 我就當 就當它是FirstViewController 那是什麼意思呢 這裡就將 你現在是Second 那裡 我就有一條橋 拼了去對面 FirstViewController 那裡 然後 我在這個位置 說不好了 拼了這條橋這麼辛苦 我即時就在 VC 現在VC理論上 就是我Existing 那個FirstViewController 我就拿回 FirstViewController的 StepData 剛才我不斷儲存 剛才看到的 那裡 馬上 扔到我 這個SecondViewController 那裡 那個StepData 那就是說 譬如 如果那個是FirstViewController 那些東西 是FirstViewController 我現在駁了一條橋過去 然後馬上拿到 MacBook過來 然後 再抄回一些Data 這個就是這個動作了 所以變相 你剛才在FirstViewController 做的所有東西 這裏都會存在 這裏都會存在 那當然 這個是Default的Command 其實可能不用的 不過我自己 確保這個TableView去 執行多一次 所以我就叫它reload 哎 拜託你重新load多一次 當你有Data在那裡 因為你放了Data 過來Stat Data 所以之後那些 我就有Data 有Data的時候 我就叫它load多一次 拜託 那我就叫它load多一次 那這個就是 那就是為什麼呢 我們可以是 那就是為什麼呢 我們可以是 那就是為什麼我們是 那就是為什麼我們是 在FirstViewController裡面 摘完色 摘完色 為什麼它有紀錄在那裡 那這個概念很重要 因為我經常 去PassData 走來走去的 譬如我load了一次 做第二次 做第三次 好了 正常我所有Data 是放在這裡的 放在這個位置 我都有三次 全部Data 我用這個Stat Data 儲存在這裡的 這個是不關我的事的 大哥 你做什麼關我的事嗎 但是剛才透過我搏了 幫我按到這裡的時候 其實我是搏了 這個ViewController 和它溝通了 搏好了 有一個Connection 然後我就將這個Stat Data 拿過來 那呢 就去到 再顯示 顯示 這一堆東西 所以我按了三次 那三個Data就在這裡 那當然 你看到那些位置 不靚啊 整理得不靚啊 等等這些的 因為沒有時間 有時間來整理它 可以是整理好多的 那這個就是最standard的 我們在iOS裡面用的 一個叫做 TableView TableView OK 那當然這次用TableView 是比較尷尬一些的 但是一般來說 譬如說你的iOS 我舉例子 如果你用iOS的話 即是你用iOS的話 那你用什麼是用TableView呢 譬如你們的iOS裡面 一個叫做Music的app 就是聽過的app 那所有東西 其實都是一些table來的 那 我看能不能播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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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不好意思 我不會用 Cam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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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用TableView去 OK OK 好 我先拍照鏡 OK 那你見到了 有一點點轉 當然帥 這裡 不夠光 就是 斜了 對 現在在那邊轉 Camera 這裡 你看到 我開我方一點 OK 不是更差 但不用 我更差 這裡 這裡 你看到這個位置 這一堆其實 就是TableView來的 當然 如果你有app 可以自己回去看 甚至乎有些app 遊戲都是這樣的 那 阿Sir 那 Whatsapp可以不可以呢 Whatsapp是不可以的 沒有些給你看的 沒有 好了 例如是 還有哪個呢 OK 這個是最常見 你的app一定會用的 i-tune store 譬如 這裡 好了 這些 其實都可以用TableView去做的 所以呢 除非你寫遊戲 如果不是呢 正常的 iOS 經常都會用到那個 叫做TableView的 比如這些 我最經常的 天文台的 天氣報告 新聞 你趕巴士 巴士app 全部都是會用TableView的 這個是很經常 除非你寫遊戲 即是沒有理由打一隻 打一隻遊戲是 是那些 是用TableView的 是少的 少的 那是當中 會不會有些地方 排名表是用TableView呢 那 我覺得 未必 沒有可能 好了 大致上 這一部分呢 是我很想講了給大家聽 讓我知道的 好了 那當然啦 我沒有理由整個課講的 我都不OK啦 好了 那剩下的時間 要做些什麼呢 我想來想一下 現在這一刻 因為我也覺得 要給大家想一下 做些什麼的 現在這一刻 這隻遊戲呢 就不可以叫一隻遊戲的 因為畫得遊戲呢 應該有輸或有贏的 現在是沒有輸沒有贏的 那我想你想一下 第一件事 如果我要做輸贏 我放在哪裏做 什麼時候去檢查呢 這件事情 第二件事 怎麼去做呢 somehow 你們應該有少少的能力 去做到這一部分的 我想你花一點時間去想一下 假設如果我發覺 我被人射了三槍 啪啪啪啪 我就死了 這隻喪屍 因為你是喪屍 那你的鏡子是 那你就死了 但問題就是這個位置 我放在哪裏呢 我給大家提示 提示就是 一定是一個first view controller 問題就是放在哪裏做呢 這個condition 就可以做完之後 我一看到 你輸了 犯了三槍 你輸了 然後你就可以去到 告訴別人 當然 一會兒會教你 怎樣去告訴別人 即是我們叫做 UI alarm view 這是另一個很重要 經常出現的 譬如你iOS沒有電 或者你收到訊息 都經常用這個 我想大家想一下 即是說 在這個first view controller 哪裏加一個地方 告訴別人 當我被人射了三槍 啪啪啪啪 我就輸了 不是我可以繼續玩 不是我可以繼續按的 當然 阿sir 我不知道 怎樣弄輸 不要緊 譬如在這裏寫了一堆曲 你可以打 你把 label 變成哈哈哈哈 即是 whatever一個方法 是標示了你覺得 是一個game over的status OK 明明知道我會說什麼 即是說 我想你想一下 在哪裏 整個first view controller 這麼大了 地方都大 究竟你在哪裏加一個指令 或者你差幾句說話 讓到我 如果被人彈了三槍 我就挖了 在哪裏做呢 我想你自己試一試 我覺得這樣好過 你抄完曲 然後我又說 不如我要你抄 我都給你了 然後要你想的東西 我真的要你想的 所以在這裏 用少許時間 大概現在是18分鐘 大概是20分 我大概給大家 5至8分鐘時間 我想你想一下 怎樣令到這隻game 可以game over 在這一刻 你不知道怎樣game over 即是怎樣 把那個alerts view出來 不要緊 你用一下 譬如把那個label 變成名 或者一些指示出來 你去到 我想你做這一點 當然 不要問我 不要問導師 不要問我的同事 你自己試試想想 我最後會講個答案給你 但我這段時間 這5至8分鐘 我想你遲了去思考一下 究竟怎樣夾完這game 在哪個位置 究竟你jaw-dice-mode-ice 用自己開個funktion 沒有一個絕對答案 射program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沒有一個絕對答案 你自己去想想 怎樣完整game 怎樣知道被人射三槍 犯犯犯 被人射三槍 我想你自己試一下 好 而之後 我才會跟大家開鼓 或者同學出來說 OK 好 OK 好 這樣 加在哪裏 大家剛才都很拭目 很開心 真的 加上了 什麼時間關係 你要知道 什麼時間很緊密 我不知道你們寫的東西 是不是這個 我就寫到這個 要記住 因為我們本身的label 是tastic的 所以我們要int int 感嘆號的意思就是 強迫它 第一個感嘆號是強迫 告訴你 是一個string來的 第二個感嘆號強迫 它就變成煙鐵 這個就是 在speech裡面 programming 都挺特別 注重這件事的 以前 Ithetic C 是沒有那麼誇張的 都有些 差不多 就是少少 但是沒有那麼誇張的 好了 接著就這樣打 當然了 你們要學一二三句 Sorry 不好意思 好 這三句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就是說 都如果我發現 我...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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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不勝防 不知道為什麼 防不勝防 OK 我不知道什麼事 對啦 Anyway 我會在這裡 當我發覺 我被人捧招三夜的時候 那... 我就會出一個... 我會出一個... Ui Alert Controller 記得這個是舊版的 新版不是用這句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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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沒... 就因為... 因為我都沒有扔它出來 我要present那個viewcontroller出來 就是我扔它出來 扔它出來給人看到 我現在上面這兩句 只是prepare這件事情而已 不會是說show了出來的 我第三句就是show了出來 show了那個viewcontroller出來 好了 那當然 聰明的同學 你知道贏的條件就是13 大於13 大於13 大於13的brain 大於13 你不要說不知道 是不是你們想看完這條件 好了 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或者怎樣也好 其實這個 我現在這一刻做到 我們能不能進去 什麼 你可以抄分 但是呢 我告訴大家 現在這一刻 這個game是不可能贏的 應該這麼說 贏的機會很低 因為你不停按 不停按 不停按 你要三個根梳不出現 而重到13個腦 你真的要很幸運 你真的要很幸運 所以整個game的遊戲 去到這一刻都還未完整 不過at least game over 你一拍完整 所以我抽一顆星的時候 總之抽到三個腦 不是 三個根梳 然後就扮了三圈 我死了 死了 就是game over 好了 那當然 你又看到我完了game over 的時候呢 沒有整理過一些東西的正常 例如 可能我問你 遲不遲不遲 玩 或者是 清掉了些東西等等 我這裡沒有這樣做的 這裡沒有這樣做的 但是at least 你又有個概念 就是說 原來現在這一刻 其實我都掌握到一些東西 就是知道要加這塊東西 很好 不知道要加這塊東西 and then 也都知道 起碼at least 有一個叫 UI Alight Controller 你的問題 而這個問題呢 我看看可不可以放回 所以是適合的size 而這個問題呢 其實呢 加完那個title 的message 加上ok之後 我要丟它出來的 我present它出來的 對啦 我present它出來的 那之後呢 那當然啦 贏了就是這樣做 贏了就是這樣做 那整個過程呢 就是平時你那些 好像討厭的那些 有message 有蛋 贏出來的那個 這個就叫做alert 下個feel啦 好 ok 好啦 你看到今堂就 我下次應該用差不多這個模式 總之我覺得這些 純粹說給你聽 那種比賽窮人 就是你打了 這些我想你想的東西 我就叫你打了 那去到這裏呢 你會見到一樣東西 就是呢 這遊戲還未完的 還有很漫長的路 那一陣子我都要講解少少 剛才講解給兩次聽 就都不明白了 所以 我猜我真的要很確實的講解給大家聽 那我給大家先打一打 先打一打些東西 打一打些東西先 因為這遊戲是贏不到的 這遊戲 除非你很好運 很好運 如果不是呢 這遊戲應該會永世都贏到的 那可能 就 就 起碼 我五次都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R 那當然是有機會 不過基本都是很低 那所以就 我們要想方法怎麼會贏得到 原歸零 是的 沒錯 證明Thomas有看過了 是的 為了熟悟看 沒有人知道 OK 要怎麼做呢 其實遊戲很有趣的 我兒子很喜歡玩的 當你摘到的時候 摘到一次 你可以問自己 我還不繼續 抽三一出來摘 你可以繼續抽三一出來摘 再繼續 再繼續 去到一刻你覺得 不行了 要停了 因為我很大 somehow有很大機會 是抽到三個槍 即是 我沒有儲齊三個槍 被人裝死的了 那你就stop了 你這個Term 就給對方 譬如我們現在 這次也希望寫到AI 寫到電腦 那希望你能不能 去到做這件事情 那這個是 那個scam的地方來的 那所以很明顯的一件事就是 現在呢 那個的 按鈕是不足夠的 現在的按鈕是不足夠的 不足夠你們 去到 用Stop這個功能 那如果你已經打完 這些東西的話 還要用線 用Tab Tab 因為你打了一下 它會告訴你 給提示你 那你按Tab就幫你打完 不用已經足夠足夠打 我也不是足夠足夠打不準的 那你基本上 用Tab 最終可能按Tab 它都幫你打 preverse 這樣 就是這樣 好 如果你做得快的話 我想你開始 Revision Create多一個Button 那個Button 叫Stop 停 我夠了 這個Term stop了 我不抽了 到你抽了 我想你做這個動作 即是Stop這個動作 就令到可以是 我Stop這個Term去的 那當然啦 你有了Stop這個Button之後呢 你應該就要有一個Function 是做這個Stop這個功能的 那我想你自己試一下 我想你自己試一下 好啦 重新一次 UrBuild這些Synthes 你看到我 其實下次我還給你都可以 不過因為我上面那些 不想給你 所以很尷尬 那 做完 打完這堆的時候呢 我想你們做幾樣東西 一個Revision就是 Create一個Button 那個Button叫Stop 或者你喜歡 中文也可以 英文也可以 然後 然後 Stop之後 你有一個Function 那Function真的做一個Stop 什麼叫Stop 你想一下 即是在遊戲裡面 如果你選擇了遊戲的話 我Stop的意思就是 我堅持那些腦 接著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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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ators 這麼 那 那 今天就 左右 中文 那些 那些 你再加多一點點東西 我就要你自己做更多的 拖起button就懂了 記得了 拖完button之後 拖這個function 好了 拖起 function 拖完這個function之後 接著我就想一下 function裡面打點什麼 還有那個次序是 製作完 我什麼時候Enable的Stop和Wallvice的button 你要知道了 好 剩下的時間 就給大家了 我下次其實不想把這些放在Texbar上 你Comp and Paste下去就算了 因為這些真的是Vinners的東西 我每天都看到這個是Level 0 就是我第一次教IWallvice的 所以有很多改善的地方 希望慢慢慢慢調整好一點點 是的 很期待我Level 1的課堂 OK 好 大家去試一試 就是說怎樣去做這個button出來 at least 我希望你去做這個button 然後怎樣做其他東西呢 做完之後請你Save Save 低 Save 低 Save 低它 然後upload上分段 那你下一堂就可以繼續用了 下堂就繼續用了 那應該現在這個 大家都跟 因為今天少人的題目 大家都 我大部分都做到給大家 所以大家應該都跟得到 所以我猜下一堂可以用自己的東西的 還有你開始可以放一些元素進去 就是你自己的元素 比如說我喜歡 Game Mode也可以 或者是We Die 或者是甚麼甚麼東西 知道這些東西可以不可以 其實可以放自己的元素進去 這些是我的伏線可以做的 好 時間就是這樣了 留下一點時間 你們可以去想起 Greep button and then Function 怎樣 那為了我同時受工 所以我們今天 如果我猜不打九度 大家要上載那些Program上去 等於一樣 如果你打不完 或者無法打不完 應該我今天這班 留下的這些真的比較OK 那所以呢 那些不好看的就走了 所以我猜大家都應該做到這一部分 那所以 當然我也會上載我這個在下堂上 所以這個大家留意一下 應該下堂那個是 不是syntax 的東西 真的是一個logic 整個遊戲的想法 那所以 我未必會打電話給大家 大家自己打電話 所以這裡提醒大家 那當然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我會給大家一個sauce scope 我不夠時間 所以我沒有